从宏观层面 我们怎么去激励创新呢 我们需要关注政策 关注制度 大家知道政策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不光中国美国也一样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国家的宏观的政策 对于企业微观的行为 经营主体的行为 是产生非常重要的 深远的影响 一个企业在运营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风险 比如监管风险 比如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 等等 非常多的风险 但是我们用了43个国家的数据 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研究政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 哪一个对市场的创新影响更大 令我们非常非常惊讶地 发现的是什么 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其实对创新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企业家们都是非常聪明的 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企业家们可以调整 他的投资决策 来适应你国家的宏观政策 不管你偏微观一点 偏宏观一点 偏激进一点 还偏保守一点 我可以调整我的决策 来适应你的国家的宏观的大等方针 但是最要命的是什么 43个国家的数据告诉我们 最要命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或者说不稳定性 我们用这43个国家的总统 或者议会大选 来做这个代理变量 这个明年要大选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特朗普杀回来 还是拜登继续当选 那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作为企业家来说 就是等待 就是观望 就是做短期的投资 放弃长期的创新 所以对于创新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政策 而是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和一致性 给大家看